如何打碎音效所有的蓝衣人 众所周知 音效的蓝衣人 我们根本就伤害不了他们 但是小妖发现了一个个超级厉害的方法 能够让音效的蓝衣人相互伤害 让他们全军覆灭 首先 我们先骂这个女蓝衣人 让她生气 接着去讨好这个男蓝衣人 让她跟着我们 然后直接坐进车里 注意看 这个时候 男蓝衣人很镇静 但是女蓝衣人很生气 你们看看她 真的超暴力的 有没有 趁他们不注意赶紧地回家换上孕妇服 再过来 可以看到 女蓝衣人气得不行 我们就围着男蓝衣人跑 快看 女蓝衣人把男的打了 就这样 围着男的转啊转 看到了吗 男的就睡着了 这下厉害了 增援马上就来了 我们就在这看好戏就行了 一场主事屋长官之间的大战 就这样拉开序幕 场面一度失控 非常惨烈 大家一定要亲自来试试 我们没有受一起伤害 他们集体团面 就说厉不厉害吧 英校解谜地图之消失的妹妹 故事背景 一家六口一起来公园玩 父母和哥哥姐姐一起欺负两个妹妹 一个被欺负 另一个不知道去哪了 话说 小妖真不理解这样的家庭 为什么父母还要一起欺负自己的孩子呢 这一位应该就是姐姐了 她说滑题好玩 不能让妹妹玩 而这个被关在笼子里的 应该就是妹妹了 她的哥哥居然在门口一直看守她 简直太过分了 提示里说 他们应该还有一个妹妹 现在不知道去哪了 我们去公园的迷宫看看 看看这家人 会不会把这个妹妹藏在里面 看来没有 不远处 有四个人 我们去看看他们在做什么 这一位是孩子们的爸爸 其他是爸爸的朋友 他们在说孩子炖汤好喝 这是什么意思 孩子炖汤 是孩子炖的汤 还是把孩子炖汤了 细思极恐啊 小妖必须找到更多的线索 才能继续推理 这里有个公厕 这 这是妈妈 妈妈说反正小妹巴比丘了 巴比丘 这一坨 是奥利给吗 还是 公园的这边 还有一个很像公厕的房子 我们进去看看 这里表面看起来只是一个马桶 但是 那是上面有着作者给我们的提示 要我们用坐垫卡下去 那我们就去看看 天啊 一地的番茄汁啊 还有一个被番茄汁包裹的人 他应该巴比丘了 呀 不能站起来 我们再卡进去一次看清楚 他说 这里不是我该来的地方 那么 他又是 为什么待在这里呢 看来 他就是这家的小妹了 小妖看到这里 已经大概能推理出整个案件了 这家人重大轻小 姐姐嚣张跋扈 哥哥助纣为虐 导致大妹妹被欺负 而可怜的小妹妹 甚至被欺负到巴比丘 而他们的父母不仅知道这样一切 妈妈还把妹妹做成了肉汤 由爸爸邀请朋友来品尝 妈妈把小妹不能食用的部分 冲下了公厕的马桶 顺着下水道冲到了另一侧的公厕处 小伙伴们 你们有什么别的想法吗 对了 这个解谜地图是小妖的粉丝健康快乐制作的哦 大家可以亲自去解谜试试看 有喜欢解谜的小伙伴 也可以给小妖分享你的地图哦 如何找到粉帮夫人 我们都知道 桃子组有个穿粉色衣服的人 但是你一定不知道 她是有夫人和孩子的 首先我们要传送到蛋糕店 再去幼儿园 去到幼儿园里面的教室 找到最小的那个桃子组宝贝 没错 就是这个小可爱 然后接她放学 接着把她放进一个超粉的婴儿车 把她用婴儿车推到桃子组 记得一定要用婴儿车推着过去 把她推到她爸爸面前的时候 放她下来 她就会想找她的妈妈 爸爸 我妈妈呢 宝贝 你回来了 接着 我们就会看见一个粉粉的女人 缓缓地走过来 她的发型就和漫画一样 是那种纯色 粉粉的 她的名字就叫桃子组孤人 她的脸上一直挂着温柔的微笑 一看就是一个贤妻良母 平行世界的小妖 小妖 你为什么有时候短发 有时候长发呢 因为有平行世界呀 短发小妖是喜欢给大家揭秘的 而长发的小妖是喜欢逗大家笑的 平行世界 意思就是你们两个不能同时出现嘛 谁说的 现在我就带你去找她 喂喂 你又来这招 有人 这样能快一点呀 我们得先去开那辆 营销最拉风的跑车 快点 我马上就累死了 就是这辆 开上它 去换一个流光的颜色 天啊 这车变得这么枯炫 这个车已经变成时空之门了 现在我们只需要骑上自行车 装向它 就能到达平行世界 刚才发生了什么 和我一起去看看就知道了 这不是咱家吗 没错 你看看那两个是谁 哎呀妈 真地有两个我们啊 你们怎么来了 大家看解谜小妖 最近很久没解谜了 想你了 原来如此 这几天解谜小妖就来给大家解谜 两种风格的小妖会在未来 给大家制作更多好看的视频 谢谢宝贝们长久以来的支持 爱你们 音效新手不知道的是 合集二 每天下午三点 子大头会去学生会开会 千万不要在学生会的同学面前 骂他头大 否则 他就会恼羞成怒 拿出大炮 和大家同归于 在音效 一定不能牵着宫殿帅哥的手 来到原界面前 这个时候 他会开始生气 这时 如果你给宫殿帅哥送巧克力 就会看见 他会变得很大很绿 他怎么变绿了 可能是 生气气的吧 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接着 他就会不知道 从哪里拿出一个平底锅 小妖 你确定你不知道吗 这下 只能赶紧牵着宫殿帅哥跑路了 盘点音效 NPC的外号 女主的闺蜜 你以为她叫公波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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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叫她蓝毛 原名何之 被我们叫成了三只 你以为她叫不香 大错特错 其实她叫雅油美 十字路口闲逛的是麦田刚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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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佬们都叫她猎口女 而她 也不叫谷香 大家都叫她分手女 她旁边的这位 大家也不叫她葛男 而叫她分手男 女主的同学 你以为她叫美元千香 其实我们叫她红猪头 还有脑瓜最大的这个 没有人叫她 橙山珍惜 都是形象的叫她 紫大头 还有她 是叫比修麦克吗 不 她是绿毛 她不是小女孩 而是公主病 同理 她也不叫小男孩 而叫王子病 那么她 你不会以为 她叫结成大和吧 其实她叫元介 那么 她是谁 如果你知道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哦 如何让音效的房子飞起来 你以为音效的房子 只会乖乖地待在地面吗 那你就错了 房子想要飞 首先得找一个帮手 比如对面的元介哥哥 哈喽 元介 我们一起去制作一个飞屋吧 好啊 首先 我们要去小吃街的最后一家 买到气球 记住气球买得越多 房屋会飞得越高 老板 我要买气球 要多少有多少 买好之后 把气球分给元介哥哥 和他一起回到小妖的家 把气球绑在屋顶上 感觉气球不够 就多买一点 绑完了 就人手一个气球 进入房屋 稍微等一下 就会感受到房屋缓缓升起 天啊 小妖 你家整理飞 她会随机地在空中飘荡 快看 那是不是摩天轮啊 不过 小妖 房子飞起来 要怎么下去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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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етр gust 牛